台北羽球公開賽大爆冷門 林楊佩在南雙直步16強 南雙決賽往內互打 由我國好手李哲暉 楊柏軒對決江建委吳宣毅 守之10分鐘順風拿下 最後南雙由李楊佩奪冠 而南丹周天成在4強意外落馬 冠亞軍由七佑人林俊逸打起內戰 將近一排雙雙留在台灣 混雙則由楊柏軒胡林芳出戰 最後以0-2落敗隱恨 而台北羽球公開賽特別加場 周天成在場外開啟小型簽名會 意外引起一陣小轟動 大批粉絲團團包圍 真正的重頭戲在賽事落幕後 李楊正式宣布退休 現場來了體壇大咖出席致詞 大螢幕播放著李楊羽球生涯 看著回顧本人善然淚色 拿起面紙 頻頻是淚 然後現在羽球對於我來講 就是我的生命一樣 那不管是今天退役以後 那怎麼樣未來我還是會繼續 推廣羽球這項運動 李楊畢業節裡還有特殊友誼賽 對決剛奪下南雙冠軍寶座的李哲暉 還有過去搭檔江綠韋 以及大寶貝王麒麟 兩人昔日場上握氣搭檔 今天打起友誼賽沒再客氣 李楊揮別職業選手 畢業節裡上除了滿滿淚水 也透露未來規劃 表示之前為了羽球每天規律作息 之後有充分時間計畫棋子形成環島 看來相當期待退役鮮活 接下來下個月宣 SNG小組採訪報導